好 觀眾朋友 下面讓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國大陸民眾維權的情況 上海迎來投資集團理財產品出現對付危機 被警方立案調查 投資者血本無歸 5月6號 上百名受害人 到上海浦東的一個排除所跪地請願 要求當局為他們追討損失 重判犯罪嫌疑人 大陸律師丁家錫去年12月26號 在朋友家中被山東國保警察帶走 之後 咬無音信 辦案警察劉新宇一直拒絕接聽丁家錫妻子的電話 5月5號 丁家錫妻子憤兒在網上公開她的手機號碼 湖南長沙律師文東海去年12月26號之後 一直在國內逃亡 最近剛剛回家 5月6號第一天到辦公室上班 就被警察上門抓走 幾個小時後 他的妻子後來在網上說 長沙市與花區國保大隊的警察傳喚文東海 是為了追問她這段時間去了哪裡 四川西昌市看河鎮居民何朋去年2月 在西昌火車站等車時被警方以尋釁滋事罪拘捕 之後一直關押在西昌市看守所 他的母親高桂珍每個月都去看守所 為她繳納300元的生活費 但當局從不讓母子見面 高桂珍說 西昌警方抓捕何朋 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維文指標